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段真是大件事 我相信陆续有来 不单是13年这么简单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必定会给代言品牌追究责任 赔偿可能是天文数字 这宗案我觉得是冤案 由头到尾 讲到明就有条女儿 认识吴亦凡 吴亦凡就觉得有机可乘 而这条女儿就希望在网红 在电影电视那儿各种的演出 就全交跟你上床 结果这件事 因为到最后谈不到的电数 给不够钱 被告上 被曝光 结果就变成了 现在这件这么严重的事 13年 是的 你说严重 不算说真的很严重 你说不严重吗 喂 13年 基于现实 我对大陆的刑法都有少少的 就是少少认识 基本上 如果你13年 大陆是有假释制度的 一般来说 10年或者至到10年左右 就应该可以假释走 但是对于吴亦凡来计 这棵真是大 他们只对中共无认知 如果你在外国 你看刘强东 谈谈谈谈 然后大家四四六六拆掉 他就完了这件事 哪有这么麻烦 但是这里 就警示了很多的中外艺人 就是说 根本上 风险很高 那当然吴亦凡你红的就是在中国 但是如果对于成名的 其他人 例如好像谭永伦 就是其他人 那大家就要有目控 因为事前都见到 就是说有单案 虽然不成案 就是谭永伦 上高 就是吃粉丝 如果这件事爆 或者吴亦凡被判 走出来的话 我相信 谭永伦都一生是 没有说他有事 但是很有可能 因为制度是这样 尤其现在加拿大 是跟中国交互 尤其到老多 现在跟习主席 大家不埋栏 吴亦凡在这个时候被判 那你们大家心目中就知道 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 这一次的案件 这一次的案件 加拿大的领事都已经出了去 在庭上高 看着你 跟着只能够笑笑口 又一个加拿大人 不懂得死 之前的康明海 结果这么大件事都可以交换人士 那你不逆犯呢 所以去中国 内地真的要小心肾炎紧行 我相信 未来会再进一步收压 所谓的再收压 再收窄 应该这么说 再收窄 事实上 习近平上台 无论各方面 只会越收越窄 连一些空间都没有 你见到李云迪 现在离开中国 不再在这里 见到很多演艺界 觉得生存环境越来越困难 跟着分分钟出途外面 那当然 你说吴亦凡 是不是强奸 那我可以 根据之前的案情 大家都明白 很多的谈判 甚至吴亦凡的老母 也都有出面 就是不给钱 刘强东就强很多了 给钱 结果法庭都不用上 更重要一点 刘强东犯案的地方 是在澳洲 和在美国 而只不过 吴亦凡 他没有这么聪明 他以为我行 我能够搞 结果 这件事 直接将他 所有所有的东西摧毁 那当然了 等于其他人一样 真是震我妈妈 只要有多少不满意你的话 那 一报案 你就搞不定 那当然都要看人的 是不是 看人的 如果你在中国 够势力 够点了 那你分分钟 就脱烂了 如果不是的话 那吴亦凡 就是你的下场 那你说 好像鸵白之前的案件 那结果 在网上传一轮 也都没有 真的有人投案 警方也都没有 主动调查的话 那你就不了了之 拜拜